被称为抗疫团队的拆弹专家 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王毕胜 过去在疫情严峻时 经常被点名到第一线坐镇指挥 多次挡下了疫情 如今他却被周刊爆料 跟一名小他15岁的女护理师有婚外情 两人疑似还生下一名女儿 我们记者实际求证 王毕胜只是淡淡的回应 自己不方便说什么 但是他也澄清 自己跟护理师只是很熟的老同事 否认婚外情 也强调孩子不是他的 是女同事跟前男友所生 那么指挥中心对此也似乎早有准备 在今天下午的记者会上 庄人想把球丢给一旁的罗依君 罗依君则是冷静地回应 王毕胜目前的心情非常平稳 还是会全力把防疫的工作做好 人在立法院的指挥官 陈时中则是说 王毕胜在公领域很杰出 私领域的事情不便多谈 身形重数的男子 侧躺在床上低头看着怀中的女婴 照片下方的字句则写着 爸爸肩膀好厚实 但因为照片里的爸爸 都只露出嘴角 后脑勺跟肩膀 那已辨认到底是谁 没有想到却被点出身形轮廓 似乎都跟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 副组长王毕胜 有点相似 王毕胜遭到周刊爆料指控已婚的他 却跟一名小15岁的护理师有婚外情 周刊更彭出照片 指出这名护理师之前出国旅游 每每拍照打卡的时间竟然都跟王毕胜的出差行程 不谋而合 进一步求证王毕胜 他只淡淡回应 抱歉我现在不方便说什么 而下午的指挥中心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钟仁祥一听到记者提问 也似乎早有准备 我们请跟执行长同是医疗应变组的罗父来说 一秒接招却把球丢给一旁的罗一军 躲提证数 让台下冒出笑声 心情都相当的平稳 都会全力的把防疫工作做好 不会受到外界这些报道的影响 罗一军也冷静地打开麦克风 边低头 一次看着事先准备好的手稿 而人在立法院的指挥官程师中 则是这么回应 王毕胜是一个在公理预表现得很杰出 私立营业事情我就不便多谈 不过王毕胜在接到周刊记者询问电话 也一度结巴回应 说他跟护理师是认识很久的同事 但他们没交往 也表示自己身为公众人物 常跟护理师一起出去 很容易被误会 负责任的态度还有你的信念 把工作完成 身为抗疫救援王 从今年年初 波桃院内感染等大事件 都可以看到王毕胜 作证最前线 开战式抗疫团队的拆弹专家 如今却被爆出魂外情 不论这回是否能顺利拆弹 对自己和家庭都是一大重伤 这台北众好报道 其重新闻 本来也突然难受到 那条件领域 下转佩